其实 事实上 它的这个有一些限制 我们稍微看一下 您看这个3.0这里有一些奖励有没有 它这里有那个SAMPLE 那么我们先来跟各位稍微提一下 3.0其实它的语法只能写在哪里 只能写在影格上 我们传统的方式可以写在暗银 写在影片边段 可以写在影格上对不对 但是新的只能写在那个 其实从3.8还是73之后 它就有建议各位 建议什么 A3.0是不是2.0 我们之前是不是都用2.0 我们用2.0其实它以前就鼓励您 要怎么样 要写在影格上 写在影格上 不要写在哪里 不要写在按钮 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影片边段上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其实很多人 就是原件又包原件 影片边段要包好几个影片边段 又加按钮 那你这时候要搞层次 是不是相对比较不容易 因为都包在一起 那你如果是写在影格上的 是相对来说我要找就很好找 那我只要看到有个A 我就知道那里有写 那所以说这个是其实以前2.0就希望你这么做 只是大家还没有改 还没有改他就不管你 他就是变成单 那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最难的就是在于说 因为从2.0进展到这边之后 它就变成所谓的物线导向式的 那物线导向式的其实对于一般说真的 我自己也觉得很痛苦 因为我不是写程式出生的人 我也不见得对程式那么有兴趣 你一定要叫我这样看 我就觉得很麻烦 简单的动作可能就要好几个 用那个语法很完整的才能写完 那但是老师可以不用担心的是 2.0至少不会那么快消失 老张是可以用 还是可以用 但是3.0的部分 比较适合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什么的程式开发的 那他们可能会觉得那些工具会比较完整 比较像一般所谓的那个程式开发工具 这样子 那我们如果一般做简单的那种动画 然后呢你也不想要做什么骨骼动画 有没有 那些都不要的 你还是可以继续用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做骨骼动画吗 你看哦 骨骼动画如果我把它存档的时候 你看这里是有八部设定对不对 如果我们在这边选择 2 这骨骼动画什么样 有发现了吗 骨骼就不见了 因为骨骼动画怎么用在3 好 怎么用在3 所以 那刚刚学的不是很白学 不会啦 还是可以用啦 还是可以用啦 只是说可能有些就是 那个 属性 它的一些限制您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我先给老师稍微 简单看一个 来 你看这个上的 来 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我们觉得传统的做法 什么叫传统做法 像这样 我要拿挺就挺 不累就不累 我们以前不是都写在按钮上吗 对不对 按钮的事件啦 这个是传统的做法 这个是传统的做法 我就把层次写在这个上面 所以按 按 这就看到 对不对 unplace 然后stop 那么你如果 要用到那个呢 我们看一下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2的 好 你看这个搭配的 点一下 按 有一个我们就会看一下 这是写在引格上的 我们刚刚这个按钮写在按钮上 对不对 那么 其实 您用2.0也可以 就是说 要对按钮做所谓的 这个 跟影片片段不是有一个那个 命名一样吗 它有一个那个这个实体名证 中文当作实体名证 你看这个 它就没有写在哪里 这个是按钮 你看我现在 这个是影片片段对不对 可是是在这边没有写程式 写在哪里 所以这里有一个小A 它有一个小A 所以我们点它一下 来 你们看看 好 它就说了 这个 就是把按钮变成在 引格上的写法 但是这还是2.0 这还是2.0 所以我们只是转换一下 今天按钮 刚刚那里有一个影片被那叫这个名字 当它一点 一点在我们可以写面的话 2.0代表什么 可以代表属性 可以代表 接纯 可以代表什么 可以代表动作 对不对 go to 文的什么 那 这里呢 也可以代表事件 这个按钮 做了这个事件之后 会要实行一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是把按钮 写在引格上的一个方式 那 所以你看呢 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是不是真的叫这个名字 知道吧 N的A 这个叫按钮B 所以如果你 答对了 它会跑到第二个 跑到第二个就跑到这边 答错了 然后还有一个答错了在那 对对对 两格 所以第一格 START 还是评数 这样 这样了解 使在引格上的一个方式 当然 其实影片变段也可以写在上面 也可以写在上面 那 真的这个 刚开始会比较不容易 那我们再往下看一点点 今天如果你在 进来一个 我们看 这个 简文 看起来就这样而已 对 看看 这里 一样看起来是一样的 我们打开来看看 好 来 好 好 来 你看一下 这个文件 我们先给各位确认一下 请问 请问是不是3.0的 对 我们刚刚那个 其实 我们讲过 2.0变3.0的 一个比较麻烦 就是 原本简单的事情 变麻烦了 但是麻烦了 它变得比较 有 规则可行 比较复杂 我们刚刚那是很简单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它变麻烦 变得怎样 好不好 你看点到这里 好 你要写那个 要这样子 这样有想睡觉的感觉吗 哈哈哈哈 你刚刚做的就是要变这样子 就是变得那一秒 你看喔 它就是说 你要把那个滑鼠 有没有 滑鼠的事件调进来 然后呢 你要增加一个叫做兼拼的程式 兼拼什么 把鼠按下去 有没有 我们先用口语话解释就好了 然后 你看这个 因为这个真的看了 不要说老师想这样 学生看了你想睡 对不对 那无字天书 好 它就说场景有没有 对不对 你增加 我增加一个兼拼事件 也就 什么样的事件呢 滑鼠的click按下去 按下去 按下去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呢 这是play 这是stop的 有没有 你拖跟事情都要增加一个事件 那么 今天呢 如果你要做那个body的play 就是刚刚那个人物的动画 也是要把它兼拼 那 这个兼拼呢 你看 这是一个函数 函数呢 它有了这个事件之后 就透过这里 有没有 那你是什么滑鼠事件 好 然后它要play 对不对 所以它把它变得比较复杂 因为它要宣告得很清楚 把这个 这个 宣告得很清楚 你看 主场景start 对不对 不过当然你看久了 也是 不小心也会跟它变朋友 好 只是说 这个朋友比较难交这样子 尤其 当你程式比较复杂的时候 你的概念如果不清楚的 可能就容易混淆了 那么 您看到刚刚这个 有没有 您会发现这个 程式的 是不是都在这边 有没有 对不对 你先有了监听事件之后 那要监听哪一个函数 它这个函数的名称就在下面 等于说它指定的就是这一个 然后透过这个监听的事件呢 这个语法 我们来告诉他说 你知道play还是那个 所以是像这样子 好 那 这样老师还听得下去吗 哈哈 先了解有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 不是 那三年两米就可以把它拍过去 你可能 需要一点点时间 可以适应 那么 我们蛮建议老师就是说 像这里面其实有 蛮多范例还不错 不过可能老师要再看一些书 这样再来学的话 像这比较快一点点 好 比较快一点 那这里面呢 也有几个就是 讲义的部分 也给老师做参考 这样好不好 这个部分我先暂时到这边就好了 因为我知道 这个是 就 比较难 马上就接受的事 好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